object翻译过来就是对象的意思 一个对象其实就是一样东西 如果用现实生活来比喻对象的话 那么一个苹果是一个对象 一辆汽车也是一个对象 每种对象都有各自的一些特性 比如苹果的颜色、味道、大小 颜色有红的、有绿的 味道有甜的、有酸的 这些特性在JavaScript的对象里面 叫做对象的属性 英文是property 对象里面的属性就相当于是对象里面的变量 另外对象还有一些行为或者是功能 比如说汽车可以前进和后退 相机可以拍照 手机可以打电话 这些行为在JavaScript的对象里面叫做方法 英文是method 有时候这个方法也会称为对象里面的属性 在JavaScript里面 除了数字、字符串、布尔值、now 还有untify的这些值以外 那么其他的值都是对象了